红毯是明星的兵家必争之地 虽然才短短几十米长 但明星们却能在这里做出不一样的风采 当然危机与机遇总是并存的 在不遗余力展示自己的同时 也有不少明星因此而翻了车 红毯上有哪些可怕的明场面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 那些剧本都不敢写的红毯意外吧 女星在红毯上最怕什么 手当其冲的便是走光 试想一下 在360度环绕的摄像机 以及围观群众的注视下 如果一不小心走光了 那会是怎样的尴尬体验 女明星张萌就身体力行地为观众证明了 走红毯却走光究竟有多难堪 2021年1月 张萌现身某红毯 当时虽处于寒冷的天气 但为了美丽动人 她还是身穿异性红色丝绒礼裙 便大方现身 魔胸上衣搭配黑纱裙的设计 显得她十分性感大气 露出腰部的小设计 也将她前脱后翘的身材 展现得淋漓尽致 正当张萌摆弄姿势 接受闪观灯洗礼时 然而尴尬的事情 下一秒就发生了 只见她右肩的肩带突然崩开 再加上这是唯一一根肩带 所以整件裙子 立刻就失去了着力点 因而止不住地往下滑 张萌差点整个走光 还好她及时用手握住肩带 同时保持着淡定的笑容 但还没拍多久 她的衣服似乎越来越不受控制 张萌也只能直接用双手 提起前胸的衣服 然后急急忙忙之歉 并离开现场 无独有偶 刘涛也曾面临过这一险境 更可怕的是 她的反应还没有张萌及时 当时 在中国电视剧导演年度榜样 颁奖典礼上 刘涛作为颁奖嘉宾 上台颁奖 同他的还有另一位女嘉宾 其实相较于对方而言 刘涛的衣服已经相对安全 仅仅只是露出了肩膀 但不知为何 就在刘涛说话的时候 系在她脖子上的肩带 竟然突然断裂 衣服也迅速滑落 露出了里面的浅色衣服 更尴尬的是 此时的静静镜头 恰好对着刘涛 这一幕便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好在刘涛身经百战 没有过于慌乱 她迅速拽住肩带 并马上用手卡遮住胸前 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走光 后续还调感了自己一番 完成了颁奖过程 可以说是面对走光的教科书籍 处理方式了 作为恒星娱乐圈多年的女人 刘嘉玲面对走光 则更是自如 2018年亚洲电影《圣典》上 刘嘉玲作为颁奖人 身穿黑色吊带礼服 年过50的她身材依旧没有走样 十分优雅大气 可在上场的时候 肩带却突然罢工了 不过刘嘉玲丝毫没有惊慌 依旧气定神仙地继续讲话 在发现肩带一次次调整 却依然无法固定的时候 她还霸气地将两侧肩带 全都放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 上台领奖的古天乐 面对这一危机情况 同样是处理得当 现实礼貌地避开直视走光处 接着又转过脸 侧者曲接奖杯 同时也体现了 刘嘉玲肩带华落一事 两人的配合可以说是完美无缺 比起以上得以晒后 甚至成为教科书的意外 李菲尔在嘎纳红台上的春观乍线 可以说是一度成为了她的黑历史 2011年嘎纳红台上 李菲尔身穿粉色晚礼服亮相 一身渐变鱼尾裙装 原本十分好看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的礼裙竟然突然脱落 完全将贴身衣物包入在外 而李菲尔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窘况 仍旧面对闪光灯 变换着各种姿势 保持着一种尴尬 但浑人不知的状态 如此一来 李菲尔也立刻冲上了热搜 引起无数网友的围观 话题度甚至一度盖过当时的范冰冰 除了肩带造成的意外 明星的裙摆开叉太高 也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就像张子怡 2013年嘎纳电影界闭幕式的红台上 张子怡身穿一席碎花高开叉改良旗袍亮相 比起开幕式上 身穿身微绿色长裙的张雨琪 以及粉色拖地长裙的范冰冰 张子怡的装束明显多了一份耻重于大戏 但她也在裙摆上用了不少心思 本就透视的长裙 再加上极致的高开叉 张子怡就连走路都必须得一步一挪十分小心 但就在她走上台阶之后 一个不经意地大幅度撩裙摆的动作 却差点让裙下的所有风光都暴露在镜头下 而这一幕也被围观的相机如实地记录了下来 成为国际章一个难以忽视的尴尬历史 如果说有什么比走光更为尴尬 想必舒琪会把票投给在红毯上摔倒 作为人人心中顶级的性感女神 舒琪从来都是毫不在乎 潇洒滋意的模样 因而即便没有顶级精致的五官 她却总能在红毯上展现出旁人难以比拟的光芒 不过即使老恋如她 也会因为失误而带来尴尬一刻 2019年6月 舒琪在上海为某品牌站台时 由于当天下雨 且活动房的玻璃舞台十分的滑 所以穿着恨天高的舒琪 在走上台阶时不慎摔倒 身旁的三个保镖大汉都没能辅住 看她重重摔下的样子 隔着屏幕都觉得疼痛 但舒琪还是花了数十秒时间忍过剧痛 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小心拆扶下 用碎布挪到舞台中间 最后还是保持状态完成了正常活动 令人敬佩 不过 最令人心惊的一场意外 还要数赵寒英子 在2017年的花椒之夜红台上 她身穿一袭黑灰色吊带长裙亮相 光看画面可能没有异样 但其实当时正处于12月 正是温度超低的时候 而只穿了一点布料的赵寒英子 就这么被冻晕了过去 一时间不少网友质疑其博眼球无下线 但后来赵寒英子也回应到 其实是因为那几天的行程过于繁忙 以至于她顾不上吃饭 而到了红台上 低血糖的内因再加上气温过低的外患 两者双重作用下 才让她脚步虚浮 最后实在支撑不住 直接倒在了地上 好在她的身体没有大碍 送完医院治疗后便恢复了健康 陈乔恩的摔倒意外就比较习盖了 在某一场十大红人圣典上 向来甜美的她 延续了以往的风格 穿上了以黑色为主的小礼裙 再加上蓬松的白色花边 整个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不过 造型师却为陈乔恩搭配了一双黑色横天高 脚踩高桥的她 虽然没有在走红台时摔倒 可就在签完鸣松了一口气之后 她就给大家拜了个早年 从远处开始跌跌撞撞 最后跪在了镜头面前 幸好她赶忙用手护胸才没有走光 不过 陈乔恩自己却笑得花枝乱灿 连带着观众的情绪也被她感染了 看着这个画面只觉得可爱 而不会尴尬 如果说陈乔恩一直是活力元气的代表 那柳妍就是性感的别名 走起红台来 就算没有过多花张 她也一直是风情万种的模样 不过 当高跟鞋跟长裙相遇 意外还是很容易出现 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 柳妍原本身着吊带花朵长裙出席 好身材一览无余 让人大饱眼福 可走到活动背景强附近时 或许是长裙勾断了鞋根 柳妍顿时失去了平衡 重重摔倒在地 看起来摔得十分严重 后来还是被周围的两名工作人员 参附着才能站起来 不过 一直以敬业助成的她 并没有因疼痛而终止工作 而是继续保持微笑 礼貌地接受了所有的采访 以上在红台摔倒的女星 令人倍感心疼 但也有一部分走上红台的明星 会遍临各种各样的离谱意外 比如最强经纪人杨天真 谁能想到身为幕后推手的她 有一天竟然也身着盛装 走上了红台 2021年年末的GQ盛典 在三亚的海边举行 虽然避免了明星们 在寒冬穿礼服的美丽动人 在海边的大风 却是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 尤其是杨天真 她出场时身穿红色长裙 头戴巨大的红色蝴蝶结 看起来十分霸气瞩目 我有对这套造型的讨论度 甚至高于许多二三线明星 不过海风也给了蝴蝶结特殊照顾 这件蝴蝶结全程 糊在杨天真的脸上 整个过程极其凌乱 杨天真也是满脸尴尬 一样被大风俊顾过的女星 还有张希文 在TVB台庆的红台上 她原本穿着高开叉 低抹胸礼裙 唯美亮相 从颈尖到大长腿 都算得上是眉不胜收 不过谁曾想 现场竟出现了大风 这样的不可抗力 在阵阵腰风下 她的高开叉礼裙频频被风掀开 裙摆被风吹起来的幅度 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无法控制 张希文最后也只能放弃形象 而去守护自己的裙摆 以免真的走光 可以说是事被公办了 当然 红台上除了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意外 还有许多疯狂粉丝 以爱之名做出的恶意行为 这让所有人都心疼被伤害的明星 薛之谦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 2017年的花椒之夜 薛之谦走上红台后 针对着镜头配合拍照 可突然有一个疯狂女粉丝 从台下冲上来 直接把薛之谦摁在签名板上清 薛之谦整个人都不知所措 虽然回过神后立即把她推开 但伤害与影响已经造成 更令人无语的是 有网友发现 这名疯狂粉丝 原来是一位18线女主播 疑似为了炒作不择手段 而韩雪经历的情况更为可怕 在参加五位相亲款的红炭发布会时 韩雪一如既往的面带微笑 大方地接受着媒体的采访 可正当所有人都不注意的时候 一个衣着不整的男子 忽然冲上了台 然后强行抱住了韩雪 韩雪的脸色都被下白了 好在一旁的李嘉航反应迅速 联合身旁的人 一把将其拖走 这才没有对韩雪造成更大的伤害 可即便已经被众人压制 这名疯狂的粉丝嘴里 还是喊着给我签个名吧 令人细思恐惧 由此可见 无论是人为还是天定 红台上存在的意外数不胜数 有的明星是为了赚取流量 有的明星是真正面临险境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 你们还知道哪些红台意外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盘点再见 我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记得点赞订阅分享